Li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法蘭克對上凶人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競技場 兩邊的文明應該都是隨機選擇到的一個文明 因為法蘭克在競技場沒有什麼太突出的能力 凶人也是 這兩個文明在競技場來說的表現 也不能說到T1 可能至少法蘭克有T1 但凶人的話就不好說 可能T2有 因為兩個人在競技場 喔不是兩個人 兩個文明在競技場裡面並沒有太大的一個優勢戰 就是蠻普通的中規中矩 所以並也不是說太弱也不會太強 好那我們稍微講一下法蘭克這個文明 法蘭克文明的話 柴果子會提升採集速度 然後他有192遊俠 雖然騎兵國裡面遊俠血量最多的文明 那個工坊都會提到最滿 所以算是一個相當厲害的騎兵國 那以騎兵國來說的話 他在我內心佔T1 其他比較進階的像什麼 立陶宛阿 或者是波蘭阿 那些的話我覺得也算是T1 但是有一些地圖會到T2 因為主要原因 法蘭克的經濟加成比較強 因為他有免費的耕種技術 所以導致他在出馬的情況下 非常容易出得出來 然後經濟好的情況下 那個遊俠要量爆得多 自然就會比較猛一點 好 那我們再來講匈奴阿 匈奴這個文明呢 是比較算是 雖然他也是馬國 但是他的能力比較特別 他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多經濟加成 他比較大的一個加成就是不用蓋房子 那省下的木頭就可以拿去這種田 就會當作他的經濟加成 所以並沒有太大的一個馬國的優勢在 當然他最大的優勢就是不會卡人口 所以有一些老一輩的玩家都會說 新手就去玩匈奴阿 不會卡房子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匈奴真的玩 玩久了 然後當你要去練別的文明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幹怎麼會一直卡人口 然後那個流程完全爆炸 因為那個 我們一般玩CD5的流程 都要去擠村挖木頭阿 擠村去採果汁阿 然後擠村要打獵阿 擠村蓋房子阿 但是匈奴完全不用 你看地圖上一棟房子都沒有 但是你看法恩克這邊 還要蓋房子 還要再去補 就是那個房子數量要慢慢補起來 那個差別就會很大 所以新手玩匈奴這件事情 我覺得如果只是興趣玩玩的話還可以 但如果你真的是想要練習 玩 真的要練習 把CD國打好的話 那匈奴的話 絕對不是你第一個該練的文明阿 好 那匈奴的話 他的馬功非常便宜喔 到了帝王時代 有八者的優惠 你出個十隻 直接再送你兩隻 大概是這種概念吧 好 欸不對喔 你出個十隻 裡面的兩隻送給你 這應該才是八者的意義 哈哈 所以突然講起來有個怪的 好這邊拉燭失敗 沒有發現 完蛋 欸欸發現了發現走回去了 OK 好那 因為這次經濟場的關係喔 前期大家會在 封建時代跟開戰時代的時候 這個 赤猴趕完路之後呢 就會趕快去外面探查外面的世界喔 看一下這個遺跡的位置在哪裡 那城堡時代的話 兩軍就會來開始爭奪遺跡喔 那誰拿的遺跡比較多 自然就可以在帝王時代 拿到更多優勢 因為遺跡在經濟場來說 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東西喔 因為後期黃金必定是會挖完的 那你勢必要到中間這個地圖 去搶奪黃金的一個選擇 那如果你搶不到黃金的話 那家裡又斷金 那就只能靠遺跡過生活 所以搶經濟場來說 的遺跡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先快展一下 OK 好 兩邊都是 看得滿 勤奮的喔 地圖基本上都開得差不多 那 那法蘭克這邊已經優先了上了 雙劍實彈 雙劍實彈的話 這邊會先出馬嗎 好 等一下來看一下我會開始按麻 好 這邊一級伐木點下之後 開始點下這個赤猴奇兵 那赤猴的話 有什麼要點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陳寶時代之後 生侶要出來撿遺跡嘛 那你的赤猴就會 可以去打對方的生侶 那生侶的話是非常害怕 赤猴這個單位 因為生侶被赤猴打的話 是有額外傷害的 基本上你就把它 想成是赤猴兩倍傷害 那 同時呢 赤猴也有靠招想的能力 所以打這個 生侶喔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個單位 完全是Counter生侶的 那生侶要招赤猴的話 也是相當不容易喔 但是 要多招個1.5倍的時間 才可以招到對手的一個單位 算是比較 不太好處理的一個 騎兵喔 好 那 看一下這邊 喔 這邊匈奴居然還生到輕騎兵喔 那這邊法蘭克也不甘失落 也生了輕騎兵 那像這種情況阿 你看對方刺猴這麼多的時候 通常我會出幾隻槍兵喔 出去捅一下 好 捅捅看 好 那捅到一個 就算自己打 算是 有有這個打法啦 但是 如果你 那個 場用力出太多的話 也有個問題喔 就是你的肉碼可能沒法出太多 因為我們上城堡時代之後 要馬上趕快開TC 通常有先蓋TC 再蓋修道院的打法 那這邊 法蘭克是選擇先下修道院再蓋TC 那支援量的話都會很緊湊 看這個TC下修道院 那由於肉碼不能出太多喔 那出太多的話很容易造成這個TC斷村 導致你上帝王時間變慢 那這也很危險 所以在城堡時代出多少肉碼跟多少長龍兵 算是一種學問 你出了太多 你這個上帝王時代可能就會慢 因為很容易斷村 你出太多長槍兵 也有可能導致你TC開的太慢 然後有有也是TC開的慢肉比較少 甜灑的比較慢 導致斷村 不管怎麼樣 你不管出太多的兵喔 不管什麼樣的兵走 都會有個問題 就是很容易 就是斷村 然後導致經濟崩炸 好那這邊第一個遺跡已經被匈奴這邊搶到了 好那這邊兩隻 一隻刺頭被包夾 五隻刺頭直接擊火 好那這邊看到這邊安全了 想要過來撿遺跡 但是應該是心裡有地喔 要過來搶這個遺跡嗎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回去防守自家的僧侶 哇沒想到 這個是要來搶奪對方的遺跡的位置嗎 哇那這個地方可能就會有點 欸招得到嗎招得到嗎 招得到嗎 好像來得及 但是法蘭克居然沒有看到 跑掉了 招一下 能進去嗎 哎呀不進去 好不開門 因為開門的話這隻生女會死 好招到一隻刺猴 那這隻刺猴過來想要硬尻 但是沒有辦法 只尻到我一下喔 又尻兩下才會死 那這邊長槍冰桶 這個騎兵喔真的太痛 那這邊由於法蘭克沒有出長槍冰的關係 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遺跡跑掉嗎 要不來硬上一下 硬上的話會很傷 這邊刺猴很大量 而且還有長槍冰在輸出 這樣直接打的話可能會死一隻 欸確實死了一隻刺猴 好這邊再看一下 這邊決戰再來打一下 又來一隻肉麻 但是後面長槍冰鋸在輸出 趕快再拉一下 好那這邊左邊這個遺跡已經要被法蘭克拿走了嗎 欸沒有 哎呀又被法蘭克拿遺跡 然後又被中斷了 好這邊又再補下了一隻生女 想用過來撿遺跡 但是也沒搶到 喔這邊終於法蘭克按了一隻槍冰出來 好槍冰出來之後 這邊應該是沒問題了 但是左邊這個遺跡又要被拿掉了嗎 好趕快趕快 趕快去攔截對方的一個 搶劫撞錯 趕快趕快 搶得到嗎 哎呀又跌倒了 這些老頭真是很慘 各種被騎兵推倒 好那看來最終 欸你怎麼只拿到一個遺跡啊 欸 哇靠 哇反而要拿到四個遺跡欸 啊 那這邊 有點 Valens有點 殘喔 這個匈奴只拿到一個遺跡 但是法蘭克有四遺跡啊 好等下看這個 法蘭克這邊遺跡速度會跳得非常非常快 好 那城堡時代大戰應該就到此為止了 應該不會有接續的動作 那應該就是 大家就是繼續開TC 然後把農田撒起來 那我們就上地龍時代來大個決戰 那我們就加速一下 好那這邊是選擇4TC 那這邊反而可能是3TC喔 那這邊有個細節喔 那這邊有個細節喔 就是你在競技場裡面TC開得越少 越容易上帝王時代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原因呢 是因為 你TC如果在前面開來太多的話 肉會銷量更大 所以你的抽名會更多 但是你上帝王時代的時間就越來越慢 那導致你蓋城堡啊 然後出巨頭時間會更慢一點 所以這個就是取捨的問題 就是看你想要快速暴農 然後還是要靠買賣 4TC一樣開起來 然後 再繼續農 然後再靠買賣上帝王 又有這個打法 那這邊反而看是先3TC之後 點下電龍時代才蓋下這個TC 去保護外面的眼睛 這個打法也不錯 這邊生命再繼續來燒了 好那這邊應該是要來前置堡了 這個村民 法蘭克的城堡很便宜 可以算是這個遊戲裡面 城堡最便宜的單位 不是單位 文明 這邊先下兩個麻糬 先下幾隻騎士 那二房 異攻已經點好 手推車也好了 基本上經濟已經快要MAX了 好電龍時代也好 這個三級艇可能也不用點 沒差 只要我手推車就能搞定一切 好 好那這邊 重裝騎士點下了 好 法蘭克果然在前線壓了一個寶 要來出軍投石機 但這個城堡壓得相對慢一點 拿更多村民來蓋一下 因為通常 城堡應該是要地龍時代前 就要先蓋好 那一上地龍時代 這個城堡已經好狀況 就可以馬上生下巨猴 那有這個時代的優先的話 自然就可以對對方城堡造成一個先攻的局勢 或是先拆對手的城堡中心 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timing點 但這邊是選擇先下雙馬就 因為自己家裡馬就並沒有補下太多嗎 有啊還是有補 碰了三馬就應該可以先爬科技 然後出一些馬 好那也沒關係 每個人打法選擇是不同的 好這邊是選擇先點下真兵技術 也沒有先點下巨型投石機 那這邊是選擇出馬功 剛剛有講到 兇武的馬功很便宜 所以馬功還是要出的 但是馬功有個問題喔 他要真的很強 還有點到重裝化學三級攻 那點東西蠻多的 還有彈道群 這個食物消費量 並不會亞於這個遊俠的一個食物量 所以這邊食物其實有點緊繃的 而且這邊是要轉出一些 軍營 要來出這個級兵 好那這邊 看來是要純肉點遊俠 並沒有再繼續出騎士了 重...巨型投石機 居然也沒出 資源蠻緊繃的 真的是看起來是要先 優先點下遊俠之後 才要先巨型投石機 好二攻點下 遊俠也點了 給遊俠點下之後 法輪克192遊俠 我們就能看到了 還是 Balance這邊已經點下了大吉兵 這邊連甲也點下 怕學跟一級攻 好這邊馬弓出來 想要來直接硬點這個火胖嗎 但是這裡有城堡 唉唷 SORRY直接一個Stack by 哇直接硬點 再來一下 欸沒點到城堡 厲害 是我就點到城堡了 呵 他躲在後面居然點得到 OK 好這邊移用一些馬過來 登記 別已經在後面等待了 你一趕過我就蟲龍死你 好 但是遊俠已經快好了 剩下50秒 剩下50秒 那鼓爐風 那鼓風爐 那鼓風爐 那鼓風爐已經 給整裝待發 192遊俠完全體準備出場 好那現在血量是144滴 然後到遊俠又一邊 192 那這邊大量的擠兵出來 想要直接硬打 但是這邊有很大量的城堡 這個城堡能蓋得起嗎 喔這種變了192遊俠了 192遊俠直接正面一行擠兵的傷害 好那這邊 Mass15秒也不太夠的關係 雖然一直瘋狂出擠兵 但是192遊俠實在太厲害了 正面突破 想要鑽這個口進去 但是這個城堡蓋不起來 倒了 尷尬 這個城堡起來的話 這邊會斷金喔 這個城堡 是不是到這邊了 好那正面遊俠直接送光 大量的擠兵出來 請朝而出 二攻二防金點一下 但是由於 匈奴沒有三級防禦喔 這擠兵只能到二防 所以被這個城堡吃的 還是非常劇痛 但是有三攻喔 呃 就來看一下到底要怎麼打吧 看來還是要先鋸進頭 其實先把城堡拆光喔 然後再跟對方打一個正面會比較好 好一點 好那現在兩方村民都到了一百三十幾村之後 就開始停村了 那確實這樣也比較好 因為村民不能按太多 你村民按太多的話 會導致你前線出戰單位會太少 那你按太多村民的話 又導致你前線 單位又太少 然後經濟又爆量 爆折前死去的概念 所以到了這個經濟場 中後期 這個人口調配其實蠻重要的 喔 極限真的是一百五十村喔 那我覺得最好是一百三十七村 或一百四十村就好了 那一百五十村 一百五十村 一百五十村有點太多了 好那這邊正面 遊俠直接硬扛傷害 那這邊疾兵是拉了幾次去點這個 巨型頭死機 再來就反擊 那這邊塗下了一個城門 把自己的馬公關在外面 跑不掉 跑到另外一個城門 好那正面的疾兵被遊俠正面尻死 大量的遊俠直接衝了進來 要來拆巨型頭死機 那巨型頭死機也順利的完成了自己的死命 把三座城堡給點掉了 但是這個巨型頭死機應該是守不住了 雖然有大量的疾兵上來硬尻 但這邊遊俠死亡速度非常快 但是又相當大量的遊俠 又上來又要開始打這個巨型頭死機了嗎 但是疾兵的傷害非常非常的猛 哇隨便戳爛了對手的遊俠 哇192遊俠在疾兵的面前還是不堪地擊啊 好那這邊巨型頭死機 所以宣告全面潰敗 法蘭克可能要先後撤一波了 那這邊曼蘭斯用自己的疾兵打出非常好的成績 重裝馬弓也還沒有升上去 把肉全部留給了這個疾兵 那馬弓只是輔助 正面還是靠這個疾兵就夠了 並不需要太大量的馬弓來處理這個遊俠 處理遊俠還是用這個疾兵相當比較方便一點 欸右邊這邊想要偷蓋城堡被抓包啊 好這邊直接來一個守司城堡 好那左邊再蓋下一個城堡想來反制 好那右邊這個城堡應該是沒救 好大量的馬弓過來想要來直接射這裡的村民 當然這邊是不然這樣好了 好村民直接躲進去 20村 16村的村民在裡面 這村民蠻大量的 好這邊城堡起來之後鎖住了這個小金 那法蘭克第一個所要的戰略位置就是要把這個金礦守下來 不然這個城堡會很煩 沒辦法讓他挖金 那左邊還是有很多金礦也是被法蘭克挖走了 目前野金 沒有人死這邊只有用我一塊 那這樣會有點麻煩 雖然現在出這個長陽兵是不需要黃金的 但後期還是需要黃劍之死 不然沒有辦法出巨型投司機 沒辦法攻城就沒辦法有一個前線推進的效果 好那這邊大量的馬弓過來想要抓到這邊挖金礦的村民 而且這個馬弓也是需要黃金的 那這邊擠兵看能不能再消耗在一些大量的遊俠 哇這遊俠的量有點多啊 哇靠58隻快60隻欸 一對是60隻喔上限 來看一下這邊 要開打了嗎 那麥麥斯的肉拿去點重雙馬弓啊 最終還是要點啦 可是 這時候點的話 好還是該吃了還是該吃了 我覺得有點微妙 哇有小阿亮到74隻 我的天 好遊俠直接收不了了 直接正面開頂 遊俠要大量 非常大量 76隻遊俠直接一樣的上來 距離同時竟沒有被打城堡 欸這個直接收起來 那要來跑路了 那看到這邊疾病死亡速度非常快 一整排的屍體 直接出現在了 Balance的家裡面前 那大量的 遊俠直接專這個 城門 呵呵 我的天 後面有大量的巨型投石機 準備要來拆這座城堡了 後面 幾兵的數量不太夠 再補下了一些軍營 但這個門口快要守不住了 OK 又打出了一個洞來 但是大量的遊俠已經擠在這個門口 那能戳掉 用幾兵戳掉這些192遊俠嗎 好像有點困難 遊俠繼續在正面突破 已經不管幾兵的存在了 Malance雖然是有八折 馬功的優勢 再登的黃金 永遠不太夠 肉也不夠的關係 幾兵的量 沒有到非常非常大量 現在一出來幾兵就是被蒸發 數量一直起不太來 雖然有很多的 軍營在前面 在做長槍兵 但是這個沒辦法 遊俠太強了 哇192遊俠正面硬剛 哇 太猛了 好像有勉強擋下來一點 傷害的感覺 這個遊俠最終還是不敵幾兵的傷害嗎 外面有三塊眼睛可以支持 反而繼續出遊俠 欸好像勉強守住的感覺 哇這個大擊戰居然 被Malance守住了 哇這個雖然沒有三防的幾兵喔 但還是勉勉強強的守下了 好但是 後續該怎麼打呢 繼續出幾兵嗎 那法蘭特這邊還能繼續出遊俠嗎 黃金量還夠嗎 黃金庫存已經快挖光了 300黃金 那這邊也剩下大概500黃金 欸這邊居然打出了GG 欸感覺被Malance繼續打下去 欸對 是法蘭克輸了 被Malance打下去一定會贏耶 哇這邊法蘭克有點 妥鐵阿 一直出這個 遊俠 輕易法蘭克是可以出火槍兵跟指輔兵的 卻來反制這個疾兵的 但這邊法蘭克並沒有這樣的想法 想要直接硬上 好來看一下雙方的資源量就好了 三級方面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在 兩邊都是手推都下得很早 輪奏也是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看 我們只看單純食物採集量 跟木頭 然後看一下Malance這邊 哇資源調配非常的好 黃金雖然很少 但是他大量都是出疾兵喔 那由他的黃金消耗量只有 馬功跟GIN投資金 所以黃金量並沒有那麼的巨量喔 而且又有八折馬功的情況下 省下非常多的黃金 那食物的狀況跟木頭的話 算是比較核心的 那Valance的調配也是相當做得非常到位 那可以讓他一直無限出這個疾兵 去反制192遊俠的一個進攻 算是相當的關鍵這個選擇 那法蘭克的即使拿下四個遺跡 也是輸掉這場比賽喔 這也算是蠻罕見的一場 對決 好啦那今天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